阿里 阿里 去吧 我 有一个想诱惑的动物 诱惑 什么呢 阿里 啊 我想诱惑它 我一个想诱惑的动物 哦 这不是那个吗 皮卡丘 皮卡丘 嘿嘿嘿 哦 这是毛丝鼠 你喜欢钻小洞子吗 他们喜欢吃这个树叶的 放到嘴边 它就会吃下 嘿嘿嘿 阿里以前见过毛丝鼠 毛丝鼠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手感 这个毛皮的手感 没错 非常柔软 应该是世界上 毛皮最柔软的动物 再给些吃的 天呐 竟然可以这么近距离地观察 毛丝鼠吃东西的样子 毛丝鼠 再见 毛丝鼠再见 凯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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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 艾莉 哦 我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什么呢 真的 你不要被吓倒 好的我知道了 什么呢 你看看这里 哪里 哇 天呐 狐狸 我觉得狐狸有点恐怖呢 艾莉 嗯 那么我先进去 好的好的 我有点害怕狐狸 嗯 狐狸啊 哦 一点都不害怕呢 嗯 真的没关系吗 真的吗 朋友们 艾莉靠子一看 感觉是 有点像小狗 像那种 尾巴 尾巴长长的小狗 哇 哦天呐 好可爱 天呐 呃狐狐狸这样 哦等一下 呃 天呐 等一下 这狐狸真的 哇 长得像狐狸一样 哈哈哈哈 哇 你真的长得很可爱 老师这个狐狸不会 这样恶狠狠的咬人吗 狐狸其实非常胆小 不会随便咬人的 哦 因为胆子很小 如果突然靠近他们 就会跑走 啊 真的吗 所以要安静小心的靠近 然后给他们喂食物哦 啊 这样哦 跳跳跳 哈哈 朋友们你们快看 跟小狗狗们一样 哦 给你 你也要试试吗 你也跳一跳 哦好可爱 还真的是呢 想靠近摸他们 他们就会逃走 朋友们 这就是能够摸到狐狸的方法 满满味道 哈哈哈 满了就走 哦好可爱 我现在没有食物了 没有了吗 哦 没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 就去见见其他动物朋友吧 哦 他就在那里 一直到哪里